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市场里达使用的一个相关的筹筑 我们点击软件上方这个股票分析按键 选择那个市场里达 就可以进入到市场里达那个界面了 进入之后呢 上方这里会显示市场里达的一个状态 比如现在呢是一个关闭的一个状态 等车达好里达的条件之后呢 点击这个运行里达 这个状态的就会切换成正在运行的状态了 那现在我们先关闭 先去设置那个条件 点击右下角这个设置那个按键 进入那个设置的界面 跟这个界面呢可以设置那个里达 检查那个条件 比如说股价创今年的新高或者新低 股价创今年的大买的挂单或者大买的挂单 之类的 或者呢是那个当日的账跌幅 得到一定的那个比例 这些都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设置 这里呢有一个大量成交 那这个大量成交那个范围呢就是 那个量比流通 就是大于那个 0.1% 就算在那个大量了 当然呢你又可以设置成其他那个数值 下面这里呢可以设置就是是否用那个相音来提升 一般呢就只要使用那个系统的相音就可以了 就是如果有出现符合条件的一个选项 那它就会发出相音 那么跟上边那个其他选项里面呢 可以设置那个雷达减控那个范围 就是模型呢就是减控所有那个广股 那这里呢你又可以设置为自己那个自选股 就是你加入到那个我的自选里面这些个股呢 就可以用来拯门 拯门检查这一部分 当然呢下边又可以就是自己 添加的商品 点击那个自选商品 然后呢点击那个添加 那里面就是选择自己关注那个品种 比如说呢 选那个股子期货综合 你点击一下 那右边就会列出所有跟那个 股子期货综合相关的那个商品代码 那你又击一下那个传选 再击那个确定 那它就会将这些商品加入到那个列表里面了 设置后这些之后呢 你就可以就是 反回到 确定之后就可以反回到这个界面 借着点击那个运行来搭 那如果呢是出现 这个符合条件的那些商品呢 它就会跟这个位置就是 一排一排这样欠输出 就是如上那个 之前我们设置的这些条件 符合这些条件的这些商品 它会一着一着跟这里就是列出来的 那如上呢就是那个市场内的那个使用抽作 感谢大家的那个手提 哦 我们下期再见